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0年3月15日 想先說說玻璃珠 因為她黏了 她說她喝醉都跟黑暴有關 不出都是因為黑暴系列 我參加了父湯 她分享了 父湯動火 湯哥的報告 這個是玻璃珠自己推出的 好 喝了一口水 慢慢跟你們說 玻璃珠就說 不是黑暴我洗醉的 天災人和 股市大跌 香港要幾黑 有幾黑 由黑暴開始 香港人的撕裂和傷害 即下多少罪孽 你就罵 破壞 傷害過多少 將來便要 還多少 大家自求多福 原來玻璃珠真的是瘋 疫情去到七十幾萬人染疫 近三天的確診報告 都是維持兩萬 去到三萬的水平 我沒有看今天的暫時 過去24小時 即昨天的24小時 死了286個 突破了4000個人死 昨天有75個內地的援港醫療隊成員 就在深圳灣 來到香港的 醫管局委任他們 做這個名譽僱員 名譽僱員 換港醫療團隊 將會協助加強社區治療設施服務 的規模 從而加快整體病人的流轉 即是平時 可能你混七天 可能混三天 我不知道那些團隊如何加強 被醫管局集中人手 處理在 公營醫院內臨床情況較為嚴重的病人 香港大學醫學院 最新的推算 第五波疫情去到3月4日 已經去到頂峰 去到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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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市民的社交接觸 維持在低水平 推算到今個月底 感染的人數和相應的確診人數 會有明顯的下降 感染的人數會在4月底 和5月中旬 分別下降到1000 及100以下 但是到時估計的染疫人數 有448萬 劉宇龍說了 你中了就等他打兩針 一起中 死亡數大約是5,100 對 5,100 說真的我不怕中COVID 你怕就自己選 頂住啊 兄弟 其實我也要說 我中了COVID 我那天真的尖狼尖凍 我用我的意思跟我說 我一定要戰勝COVID-19 我一定要戰勝他 那就戰勝了 你信不信由你 老人院裏面大規模爆疫 患有白內障和青江眼的89歲 鄧婆婆在2月19號就確訓COVID 去到亞博館 23日沒有洗澡 沒有 沒有底座 23日沒有洗澡 沒有換衣服 沒有擦牙 為什麼牙都沒有擦牙 每天要滴的眼藥水都在當日耗盡 即是他第一天進去 那個眼藥水就用完了 向館內的醫護求助 未獲證事 鄧婆婆的女兒就想接她媽媽 但博館只是跟老人院聯絡 即是婆婆在老人院進去的 家屬是沒得接的 直至向立法會議員求助 上個星期四 即是10日 才帶她去出海外博 婆婆直言覺得自己很髒 23日沒有碰過水 沖完糧之後鬆了 但女兒就說婆婆的事力變差 她以往看電話可以看到案件的數字 即是那些不是智能電話 那些數字號碼 她看到現在看不到 甚至前面有單車也看不到 要帶她去看眼科 讓我看看下面有什麼環境 原來阿博真的很離譜 鄧婆婆呢 入了阿博館 足足23天 但她還沒下過病床 23天以來 沒有洗過糧 沒有換過衣服和刷牙 只是刷牙 為什麼不讓人刷牙 我覺得很離譜 我都覺得 她直言自己很髒 很多天都沒有碰過水 鄧婆婆曾經要求洗澡 以及去洗手間餘廁 那餘廁 那餘廁 我先聯絡香港的朋友 讓我看看如何投訴阿博 先 我現在錄製錄的時候 衛生署出來做新聞發佈會 27765 那就沒什麼 大家頂點 27765 就是277 那天大家都罵 私立醫院 不肯救人 公立醫院的床位 大家都知道 13間私家醫院 將她撥出 一共 1000張病床 和相關人手 接受醫管局管理轉介的 非新冠肺炎病人 也不適合疫情 我再讚你 數目是佔現在 私家醫院的病床總數20% 原來2460 本身只有 5000張床 原來是私家醫院 私家醫院那邊說 已經診治過5000個 新冠病毒陽性的門診病人 也動用數量有限的附下病房 診治未能轉送公園住院的新冠病人 她形容 她出這一千張床 13間私家醫院共同作出的承擔 事在人手短缺下 不容易得決定 唉 好 講講民望 第五波疫情到現在 香港文言今天發出最新的民意調查 林鄭月娥的評分是26.6 比上一個月顯著下跌了5.2分 不要覺得少 即是本身30 因為她本身低 所以她的分數真的很低 創了2020年4月 新低 但是陳茂波OK 44.7 民望值11.8分 創2017年2月 她出任財政司司長 以來的分高 總之下面那些不說 沒有什麼好說 總之林鄭月娥有26.6分 26.6分 還有2成半的人支持她 好 講講蔣鎮 先講講蔣鎮 蔣鎮死了 誰是蔣鎮 蔣鎮 她好像有個姐姐唱歌 我記得 一時醒被 她的女兒獎來雲奏活躍聖壇 2012年 去到2011年 都出任立法會議員 她是國民黨的 1949年 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 蔣鎮南下香港定居 做過碼頭姑娘 沙廠集工 礦工等基層工作 其後白手興家 曾居住於條頸嶺的藍民營 早年政治立場親台 據台灣的作家 著作蔣鎮曾經加入反共游擊隊 準備反攻大陸 蔣麗雲 你爸爸打算反攻大陸 大家不要覺得我為什麼有時這麼激動 突然之間有事我很興奮 昨天比較特別 昨天被人摘了什麼 總之麻煩 蔣麗雲我告訴你 你爸爸曾經加入反共游擊隊 準備反攻大陸 更在韓戰期間 差點被派往內地執行送死的空降任務 幸好行動取消 蔣麗雲也沒有否認 沒有否認 他爸爸年輕 就是我剛剛說的經過 我剛剛說的很少人知道 改革開放初期 蔣鎮投身內地的工業發展 他是首批協助發展國家的港商之一 並且後來成立了蔣鎮工業慈善基金 推動內地人才教育和工業領袖培訓 蔣鎮在2005年 我覺得香港特別行政區頒頒受大指經勳章 表揚他內地的工業發展 在2012年 其有關其父親系 由於建制派 由於建制派不時指控民主派 收美國女 美國佬搞事 在2012年 蔣麗雲當時的一場辯論裏面 被主持柔青元問有關蔣鎮的內容 蔣麗雲是沒有正面回應的 只是回答每個人在不同的時間 都有不同的立場和做法 他強調他爸爸很愛國 蔣麗雲被人問 哎呀 我們黑暴 不是我們 你們 黑暴 收人錢搞事 你爸爸有沒有 不同的時間 有沒有不同的立場 蔣麗雲說 蔣鎮不多說 我講馬斯克 其實上面 John哥也講過了 馬斯克找普京隻臭 倒數在荷蘭 他做分析多 我就講回一件事給大家聽 世界首富伊隆馬斯克 他出牌邀請某國總統 靠叉驚 我免得被黃標 我害怕 馬斯克星期一突然表示 我在此邀請靠叉驚 加入一對一的戰鬥 倒數時烏克靠叉 靠叉驚和 靠叉蘭 分別是俄語和烏克蘭語 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因為他那張Twitter 他那張照片 靠叉驚和烏克蘭 分別是俄語和烏克蘭語 靠叉驚和烏克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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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如此羞辱西方 他便會接受這場挑戰 馬斯克的一種 馬斯克說 普京不會 但他不會 這段時間 我也不知為何馬斯克 這麼瘋 我都覺得很瘋 他有串 俄羅斯的太空官員 SpaceX 和烏克蘭提供 Skylink 互聯網服務 他那些 我會說 生平的 下次再說 普京很臭 普京很臭 總之你贏了 普京 你回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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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B 我和你打 我打贏你 普京 按讚 按讚 1.1廣告 我這段時間 經常被人 迫我喝的福特加 很辛苦 這段時間 身體不太好 我會繼續關注馬斯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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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無聊 給我